前一阵听说娜娜又要翻拍新的真人版 我又兴奋又紧张 自己喜欢动漫被拍成真人版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落差 所以今天我想挑战一下 把自己变成我心目中的娜娜还有奶奶 有谁跟我一样非常喜欢这部动漫吗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吧 粉底的话今天就用Covermark这个 适合敏感肌的粉底 轻轻地取一些 然后轻轻地放在把孔比较大的地方 还有需要均匀肤色的地方 我会尽量地少上一些 大概这样 然后用芒果瓶海绵蛋 这个皮质的这头 轻轻轻轻地给它拍开 OK那这样底妆基本上就完成了 修容今天用到这个 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小包装 之前我有个大包装的 丢了然后又入了一个小包装 颜色非常深对吧 但是涂出来是这样浅浅的修容色 然后我会在脸周直接这样子打一圈 打一圈落腮糊 然后在下巴的位置稍微画出一个小尖出来 可以显得点尖一些 再用之前用过的这个海绵蛋 上面还带着粉底液 拍 然后到下巴的这个位置 可以边拍边往下带 连接到脖子 然后在耳边的这个位置 带到耳朵 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耳朵的颜色 可能比较的白一些 如果说修容在这就结束了 会看起来衔接的不那么好 所以也可以给它这样 轻轻地带到耳朵一些 这种修容方法比较适用于 像我今天用的这种 轻薄的一些的修容产品 或者比较好推开的膏状也是可以的 面中今天我就用IPSA的这个散粉 它会有一些白白的 会有一些体量效果 轻轻地去一些 这个设计特别的容易散 所以每次用的都要格外小心 主要定面中的位置 顺便来上一些修容 先从眼窝的地方开始 带到鼻子 另外一边一样 眼窝的地方开始 也可以作为一个眼影的打底色 带到这里 然后再带到鼻子 鼻子修的尽量摘一些 娜娜的脸是非常精致的 所以像我鼻头比较的宽 鼻子比较宽的话 可以尽量修的窄一些 不要害怕 我现在下手是有些重 之后我会让它看起来合理的 然后再取一个高光的颜色 今天用到的是 毛哥平的这个 素颜立体鼻影粉 里面的这个高光 它特别的紫然 娜娜的眉毛是非常细的 我的眉毛 你们可以看到比较的宽 但是今天呢 如果完全用遮瑕膏 把眉毛遮掉的话 就会显得 眉毛的地方遮瑕比较厚 因为它是没有头帘的 所以我会在这放一些胶 然后把我的眉毛捏到一块去 可以看到吗 它就变细了 比如说你今天想要野生眉 明天想要细眉变换风格的话 又不想刮眉毛 毕竟刮了的话 很长时间才能长出来 就可以这样子操作 另外一边做同样的事情 抹上胶之后 把眉毛捏到一块去 如果你眉毛本身毛 比我会多一些的话 你可能这么捏完 会发现眉毛都不用画了 细眉直接就达成了 用扁头的刷子 沾一些眼线胶 你也可以用黑色的眉笔 为了都行 今天用的是 Tony Moly的01号 黑色眼线胶 轻轻的画一条兮兮的眉毛 眉尾条上去 画的尖尖的 同样画另外一边 没有眼妆 这不看好奇怪 那咱们来画眼妆 眼妆的话呢 是黑色的烟熏 加上一些紫色的感觉 所以咱们今天来画一个 黑紫色的烟熏妆 那这个眉毛配上金色的走发 看起来好奇怪 我保证一会儿就不奇怪了 首先先上颜不打底 还是万年不变的 Urban Decay Eyeshadow Primer Potion 预览开 轻轻地给它晕开 轻轻地涂开之后 就可以上眼影了 眼窝的位置 已经上过阴影 那现在在用深一些的棕紫色 比如说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再过一些 这个颜色 这个盘是MAC的Burgundy Times Night 然后轻轻地给它 铺在这里 娜娜的眼妆 是带一些紫色系的烟熏妆 所以今天在用打底色的时候呢 我也用这个偏紫色的 来给整个眼睛做一个打底 不要怕 现在看起来像打肿的 一会儿就好看了 然后这个颜色可以尽量地 像我两眼距离比较远的话 那么这个颜色可以稍微地在眼角的位置 稍微把鼻子的位置带一点 比如说平时是在这儿结束 那今天可以在这儿结束 让眼睛看起来更加的紧凑深邃一些 因为我眼睛本身不深邃了 所以就要给它画得深邃一些 再起同样的紫色 加上一丢丢点黑色 往上看画下眼影 下眼影跟上眼影在尾部的地方轻轻连接起来 另外一边也一样 这时候占取黑色 这牌里边的黑色是五彩斑斓的黑 里边带一些闪片 然后再把这个黑色放在上眼皮最眼尾的地方 这样子 刚才画过的这个底色的二分之一处 轻轻地上一些黑色 五彩斑斓的黑色 这个时候暂时不用担心晕染的问题 咱们上完之后再晕 五彩斑斓的黑 放在另外一边 刚才底色的二分之一处 从后往前戴一戴 跟底下的黑色连接起来 看一下 两边好像还可以差不多 那就可以拿出刚才用过的铺 之前这个深色的刷子 把这个黑色 晕到刚才的深色里边去 让这两个的边界没有那么的死 晕染得更加开一些 让它们两个结合得更加好一些 拿出刚才换眉毛的眼线膏 现在咱们来画眼线 用同样的刷子 画这个眼角 你们看眼影刚才是画到了这 前面没画 那这样一只手给它这样扒开 然后另外一只在眼角的地方 画眼线膏 画到眼中的位置松开 然后这样子 哎呀呀呀呀呀 画一下咱们的上眼线 主要画上眼皮的后半部分 内眼线的话 只要画到咱们平时放松 然后往前看中间没有留白就可以了 可以下手稍微的重一些 画的粗一些 这次呢我会用一个更加显色的黑色 这个是Vuda Beauty盘里面的这个黑色 任何黑都可以 雅光上色的黑就行 Mac盘里面呢可以带一些闪片 这个呢是纯雅光的 所以出来的颜色会更加饱和一些 轻轻的占一些黑色 然后在刚才画过眼线的这个位置 轻轻的上一些黑色 过度到上面 然后最眼头的地方也轻轻的上一些 之前眼头是没有换眼线的 但是现在呢 有一些黑色的眼影 我最后剩下一点黑色 给下眼皮可以蹭凉它 那最后刷子上还剩下的 这一丢丢点黑色 可以从眼尾的位置 带到之前咱们画过眼窝的位置 因为只剩下一丢丢点黑嘛 这样蹭凉下 最后剩下的两边都轻轻带一下 浑染一下这个黑色的眼窝 让它跟旁边融合的好一些 蓝蓝的睫毛是非常纤长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上一副 叫睫毛 今天的眼妆是个烟心妆 相对来讲比较浓一些 所以睫毛胶呢 我涂的也是黑色的 这样子的话 在它干透之后 不会有一条白色的胶在眼睛上 那睫毛粘上去 往下看 上睫毛 上好之后等它干 粘了之后睁眼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本人是单眼皮 然后娜娜是大双 所以咱们可以稍微贴一下 这个是大双的双眼皮贴 给它剪成两份 找好你想贴的位置之后 把这个胶放在这儿 用这只手摁着 然后另外一只手轻轻的往后拉 用镊子也行啊 另外一只手轻轻的这样往后拉 它有一种紧绷的感觉 然后给它这样子贴上去 按捞 按捞了之后 用指甲戳着 再睁眼 这个霜的时候就很明显了 找到你想贴的位置 用手摁住 往后拉 贴 贴 贴 抚平 然后给它戳戳戳 我在看娜娜动漫的时候 就记着小松奶奶说过 娜娜的睫毛好鲜长 所以咱们可以多刷一些睫毛膏 咱们也可以再来一个下睫毛膏 就沿着咱们眼睛的弧度 正常的贴上去就完美了 这边也要沿着睫毛的根 我把它贴上去 这个盘是盘下万花镜 然后这个紫色感觉挺合适的 轻轻地放在眼睛的最中间 还挺好看 我再放一点这个亮片的紫 在中间 丢丢亮片 Oh my God 这亮片的点太少了 少放一点还是 那么眼妆就完成了 咱们再涂一个大红的嘴唇 戴上假发 这个妆容就完成了 这个妆还不说话比较酷 一说话就没了 因为娜娜的嘴唇是樱桃小嘴 然后不是非常厚的红唇 所以我会用遮瑕 轻轻地用海绵蛋 蘸一点 然后抿 抿成这样 遮一下嘴唇 这样的话呢 在画的时候 画的稍微小一些 唇妆的话 首先我会用Fenty Beauty的这个 之前我就说过 我很喜欢的这个颜色 就抗一抗 给盘的边缘 抗一点 抿一下 轻轻地晕看 然后我会再叠加一支颜色 更加鲜艳的红色 再妆容到这步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咱们上假发 戴上假发之后 我发现我额头太傻了 所以我把真头发露出来 然后用黑色的睫毛包 把我金色的头发染成黑色 就可以跟这个假发融合在一起了 想不到吧 卸妆还得卸头发 然后把头发金色的散进去 黑色的拿出来 看 这上面看起来 是不是就真的好多 然后这个假发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前面太长了 所以我要自己剪一下 接下来就是小松奶奶的形象 底妆的步骤跟之前一样 首先先橘色红和浅色 做一个黑眼圈 稍微地给眼下做一下提亮 粉底也是用的一样的 首先先画个眉毛 眉毛的话画的淡一点 然后线条平缓一点 看起来更加的好接触一些 我觉得小松奶奶给大家的印象 就是非常的清纯可爱 眉笔今天用的是VMK的眉笔 这个具体是什么色号 上面没有写 这个眉笔是比较粗的这种 所以画出来的线条 是更加朦胧一些的 不是那种根根分明的 然后上下染眉膏 把眉毛换成浅棕色 因为小松奶奶她的头发发色 就是棕色的 首先先取这个肉粉色 再整个眼皮做一个铺色 这个粉色它饱和度比较低 所以不会很显肿 再取盘中深一点的这个鱼粉色 从眼尾画到眼窝的地方 在这里稍微地稍作加深 另外一边同样 取同样的颜色 拿小一点刷子 放在下眼皮 取一根棕色的眼线胶笔 这个是Nissé这个牌子的 轻轻地把手放在这儿 离睫毛根部最近的地方 画一条棕色的眼线 结尾不需要拉长太多 然后手放下之后 再把这个棕色眼线 沿着眼尾的线条 自然地拉下来 大家都觉得奶奶 像一只可爱的小狗 所以咱们就画一个下垂的狗狗眼 不是猫眼 用同样的棕色眼线胶尾 在眼头画一个圆圆的眼头下来 连着刚才画过眼线的位置 从最深 从眼线的地方往上 稍微晕一下这个深棕色 晕一下这个深棕色 同样的深棕色在眼尾轻轻地扫一下 另外一边也一样 在卧蚕底下画一些粉色 像我一样卧蚕不明显 或者甚至是没有的话 可以画得非常非常的淡 占最亮的颜色 在卧蚕应该最高的这个点 轻轻地画一点 画一点高光上去 刷睫毛膏 今天用到的是矫精的睫毛膏 画一个下眼眶 让眼睛更加的下垂一些些 轻轻地画 轻轻地画就可以了 此时再次拿出大创双眼皮贴 刷完睫毛之后 可以加一些这种 没有太多存在感的假睫毛 很心机的那种 然后再加一下睫毛 真假睫毛 结合的同时 让这个心机的睫毛翘起来 刷一下下睫毛 要刷出那种 什么我没有吐睫毛高压的感觉 然后刷一个粉粉嫩腮红 今天用到的是 一地之屋的PK004 轻轻地团状地 上在眼下面 鼻子中间的这个位置 轻轻地放在这个位置 鼻子也带一些 口红今天用的是 千里的102 也加一些Eden的 Nure Gub 草莓色 放在嘴最中间的位置 胶韵湿的03号 唇峰的位置可以模糊一些 最后再在眼睛上面加一些亮片 用到的是Jill Store 这盘我不推荐的 这种 但是我买了就得用的眼影 日系亮晶晶的感觉 最后再弄一下头发 嗯 这个感觉差不多 戴上了 这样 可以 好 那我再去换一下衣服 小松奶奶的 就也完成了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次的视频内容 非常感谢你一直看到最后 看到最后 你一定也很喜欢娜娜 其实在我小时候 第一次看娜娜的时候 我觉得娜娜非常的爱谈恋爱 娜娜非常的酷 是我想成为的类型 那个时候我觉得这辈子 我都不可能hold住娜娜 这样的烟熏妆 结果没有想到吧 现在梦想成真了 所以如果你在看这支妆教视频 觉得太难了 我不行 也可以的 最近我重温了一次 娜娜这部动漫 感受就是跟小时候 记忆中的剧情不太一样 长大之后才真正看懂了娜娜 不知道有没有人 跟我感受一样呢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次的视频内容 咱们下次再见 今天要开心做过呀 拜拜 咱们下次再见